解释第十八章 第二十四节 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 先知和圣徒命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者成里看见了 在被提之后一日之间被神有意报告 突然基督徒就变成罪人 才会有四十二个月 对于这些人死完一个又死 死完一个又死 都是未停过杀基督徒 并且他们要作决定 那个日子都挺惶美 但是当然到时他们在那个光景听我这个讯息 就真的变有一番风味 有时候他们是以前花开石岸的 你都觉得挺惶美 但是他们到时就越至死都不顾色生命 他们一定是越至死忠心 就是这样 到时为什么死都拿着羔羊血 现在你知道怎么办 因为到时羔羊的血是代表了UFO的变局 对吧 比着神来说 他只会做得比这更聪明 但是不会用我们以前想的那种想法 因为很多东西不合理 因为我们不是看一部电影 导演说他就是敌基督 那就是了 原来他统治世界 那就是他统治世界 不是这样 是有一个reason 是有一个过程 以及有一个演变 你想想 敌基督 对吗 为什么他的手可以使得全人类去看基督徒 是叛徒 你只想这件事 所有这些片都没有搞到 没有说到为什么 只有六六六在小孩的头发里面 那就可以了 他能做到这件事吗 他怎么可能使得在24小时之内 他一定不用用三年半 一定不用想 因为三年半之后 他已经带着整个欧洲去打 然后基督徒已经被逼迫了三年 他为什么在24小时之内 可以使得全世界所有宗教都汇聚了 然后大家 全世界宗教 所有 佛教、读教、慧教 甚至天主教 全部都只针对一个宗教 然后看似全人类的叛徒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演戏怎么能做到 但是真的 现在我们看布局 突然间很多以前不合理 还有我们其中一件事 如果世界上有神 为什么会融入这些东西 融入为什么会有UFO 然后UFO又有Telepath 是能够融入思想和护士沟通 说给他们听 世界上其实还有外星人 我们是叫做宇宙联盟 我们看着你们人类 我们进化到好像头发都没有了 进化到样子又这么丑 我们是万能的 然后我们就告诉你 我们才是你的祖先 这样的 不过这次不对 不幸运 撞飞机 你看看你们七四七的机长 俄罗斯也被儿子拿 这样撞了 这次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解释给你们 其实人类内处 其实是由外星人做的 诸如此类 而我们并且做过很多这些东西 主耶稣是其中一个 我们扮演的外星人 所以原因就是 总之我提出 其实我们看书的时候 总之全世界所有宗教都没有罪 唯有基督教有罪 并且还要在三年半当中 不是叛国 是背叛人类那种方式的生存 是短时间 很短时间 有什么可以做得到呢 有什么可以 这么大型 对全世界都关注 全世界都会相信 全世界都会认可 并且证据就在我们眼前 全世界都会 接受这个证据 是铁一般的证据 就是正我所说的 对不对 这个是最合理的 就算我们几笨人 看完一个这样的新闻报道 你会怎样 当然我们看惯的那些 independence day 有个飞碟出来 威胁人类 那些 那不是迷惑 那只能有一架野在那里 在那里 但现在 你说我刚才说的宣传是大迷惑呢 并且使得所有现存的宗教都好 除基督教以外 每个都想去联盟 想去接受这个解救他们的方法 因为这个联盟告诉你 就是这群人 我们只有1260日到数 因为世上极少人 好像我们所说的 美国是会这么灭的 当时我也没有那么多理解 但我只知道圣经里面说 美国会灭了 不知为什么 我之前说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知道为什么 所以 既然是这样 连我都现在知道 全世界其实到现在来说 他们不相信 和不知美国会灭的 所以有一天看到美国会灭 然后还要是基督教灭的 而这个基督教灭了 灭了它之后 就说在千元月八十六十回来 他们的圣经体述说 他们会灭人类 明白吗 那你想想他们会怎样 那个逻辑理论会突然 因为最害怕他们 就是美国灭了 一日之间灭了 解释第十八章 第十四节 万国也被理的邪术 不迷惑了 先知和圣徒并地上 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